你干啥给我绑成这样啊 啥意思啊 拍美人鱼啊 我第一次绑没啥经验呢 媳妇 我就是昨天上班的路上 看见一个老大娘让西瓜皮给摔倒 我就叫了救护车 完了上车的时候呢 我不小心崴了一下脚 然后救护车就送着我一块上医院检查了一下 你干嘛还发个朋友圈啊 你发就发吧 干嘛拿我手机发呀 平时吃个鸡架都发朋友圈 你这么大的事 我怕你忘了嘛 你咋发的呀 老太太摔倒很难办 急需送她上医院 帮她担架解危难 一不小心腿摔断 我就是崴了一下 怎么就摔断了呀 你这能怪我吗 你平时朋友圈不懂我这么发的吗 在楼下吃个鸡架 你说你吃烤全羊了 在海边搭个破帐篷 你说住海景洋房了 出门打个专车 你说做凯迪拉克家常了 你都敢扶老大娘了 我不得说你摔一段腿 住进艾西若病房了 我说了都是我摟着手的 我就应该说你 下半身瘫痪 从此只能紧握病床了 你明白不 你直接给我说美了多好呢 自从你发了朋友圈 咱家来了多少人呢 关键你还不敢跟人说实话 来个人你就给我绑上 来个人你就给我绑上 我现在都不会好好走道了 我 干啥呀 赶紧给我解开呀 这年底了 我们公司正凭先进 我在家待着 多影响我业绩啊 就我那同事赵斌 对这个先进个人是虎视眈眈的 你说我这一休息 这先进个人肯定是他的了 哎呀老公 那你赶紧去上班去吧 你昨天发的朋友圈 我今天就去上班啊 老板以为我回光返照呢 老公对不起啊 那以后我再也不发朋友圈了 那你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呗 那有啥办法休息吧 老板 快接 虚拙点啊 不是视频 快上轮椅 来 啊 啊 唐飞啊怎么搞的 做好事情把腿给搞断了 啊这不一不小心吗 哎呦 我真的应该去看看你啊 不用不用来 但是真的没有时间 啊那就好 我已经派了你的好哥们 赵斌去看你了 赵斌要来 哎呀 他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就是不知道你住几层几号 你告诉我 哎呀那个老板 这信号不好 那个我这有点 咔咔咔 喂 喂 怎么搞的 这个时候没信号 哎呀 我只好让他一层一层走了 坏了 赵斌要来 他要知道这事 这不是先进个人没了 你连工作也得丢啊 哎呀老公那咋办呢 来 给我上装备 哦 上装备 来 来 有人吗 没人 那我明天再来 哎 没人谁说话呀 开门 开门 开门啊 请问你家有人腿断了吗 有 可算找到了耶 疼飞 怎么就这么突然呀 咱哥俩没好够呢 我走不就 差不多行了 我是断腿 不是断气 我情绪有点过啊 你是咋找着我们家的呀 哎呀别说了 光知道你家出八号楼 不知道几楼几号 我有办法呀 挨家挨户敲门 只要有人一开门 我就说 你家有人腿断了吗 那人家没骂你呀 骂倒没有 就打了我两拳 没话呀 那你赶快做个休息 去吧 哎呀 哎呀 腿断了啊 挺疼啊 我就来看你最后一眼 你就是来笑话我呢吧 这话咋说 我给你带来公司上下的问候啊 那你就空着手问候啊 能空着手吗 来来来 我特意给你买了点水果 你这是买的还是捡的呀 是买的呀 来 你不生病了吗 给你带了点梨 梨罐头 凤梨酥 不错啊 看病人有送这玩意儿的吗 还有 你说你人缘多好 咱们公司知道你 腾飞腿断了 部门集体给你准备了费问题 二十个人 每人五百块钱 哎呀 妈呀 让大伙破费了啊 腾飞 这钱咱不能要啊 等我上班的时候都还给他们啊 你先别着急 来的路上呢 我路过了一家慈善机构 我当时我就想啊 腾飞 是做好人好事 才把腿给摔断的 我要把他这种精神延续下去呀 我就决定 替你把这钱给捐了 去我